詞曲 李宗盛將 dwt 和 採取的対忠 那朋友我們就開始進行接下來的訪問 我想我們先來稍微約定一下那個發言的 等於是原則 是不是我們請大家盡量把你的發言組織在三分鐘之內 因為這樣可能有多一點的 趕快點進來 然後 因為考慮到那個執訊量 是不是我們一次先一兩個問題 尤其他會有一些關聯 也讓不少多一點時間組織 把這些問題稍微穿越 這樣我想估計也可以有比較多的意見 這樣好嗎 好 沛團那請你發言的數字 也可以先簡單 自我介紹一下大家的請 好 那個楊佳麟老師 你可以先舉手 讓我看到 我現在就位家請 好 那個 佳麟老師 我是高師大新別組楊佳麟 那也是這次活動的紀錄 好 那我對於市長的兩個問題 副市長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 我覺得在台灣其實很多政治人物 缺乏政治願景 就是Political Vision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說他們這邊到底是 比如說是政黨 然後跟個人 他們是怎樣去貫徹那個 所謂的政治願景 讓這樣子的東西是可以實現 因為這個其實是可以 供供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跟政黨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那個 他有提到跟大學 那因為我們在大學裡面 其實不管是大學或企業 都有非常多產學合作 可是在台灣常常是空的 那他們在那邊的話 那一種跟大學合作 是大學子級的研究案 再來跟他們合作 還是是怎樣的過程 可不可以請他小朋友講一下 謝謝 好 因為那個 佳麟老師有兩個問題 我想 我們就先讓 Ditor 這兩問題先做一遍一遍 然後在那個張老師 翻譯的時候 稍要補足一下 從去年開始 就是接觸到的一些訊息 因為前兩天 因為前兩天 也在EasyCon 然後還是要來 那我看 我看